宝马7系奥迪A8才有的红外AI夜视 三级AI智能防撞预警 远超200米夜视 搞一台给咱们的小琪安排上 很快啊到货了 首先呢是一个牌照架 上面增加了摄像头安装孔 接下来是主机盒 主机 上方呢是一个可以翻折的屏幕 可以立起来 下方音量加减 开机按键 底部扬声器 背部 两组接口 一组摄像头 一组供电 合格阵 所有的附件 首先是带有橱窗功能的红外 AI夜视摄像头 6级防尘 7级防水 然后是摄像头新号线 接下来是它的供电 12伏转5伏车冲 最后是一些安装螺丝 接下来将摄像头 装到牌照架上 将摄像头的连接线 从防火墙的香蕉口 穿出 接好摄像头 接好信号和供电线 翻起屏幕呢 自动开机 接下来咱们上大街上溜达溜达 它会自动识别和提醒前方行人 以及车辆 提醒了左侧的摩托车 距离前车过近呢 也会发出提示音 夜晚同样可以识别 空无一人的大街 提醒了对象的来车 没有路灯的街道呢 识别到了右侧的行人 道路中间的行人 横传马路的行人 前车起步 等红绿灯时呢 还会提醒前车起步 前车起步 就连三崩子也会提醒 等红绿灯的摩托车 玩了20多天 也没等到大雾天 以后有机会呢 再测试 现在AI夜视系统有了 激光大灯也有了 大家说还升级哪些配置 更有意思呢 我们下车的摩托车起步